欢迎回来我们的杨桃影音数位王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料理成功的撇步 今天为大家来示范什么料理呢 就是如何卤出不酸涩的笋丝 其实笋丝呢 台湾人都非常的好喜欢吃 尤其呢便当一定会搭配 或者是你去吃什么 五碗打 他一定有卤那个笋丝 那我们客家人呢 也会卤这个笋丝 为什么妈妈卤这个笋丝 或店家卤这个笋丝 那么的好吃呢 其实今天我们三个撇步都要教大家 你自己在家里呢 也可以很简单 卤出不酸涩的一个笋丝了 那当然我们呢 今天笋丝就是我们的笋丝一 就是要笋丝需要长时间的浸泡 这个是我们的笋丝 有没有看到 这个笋丝呢 我们大部分在市面上都买得到 它大部分都会熏什么呢 硫磺 让它保存呢 比较久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酸 但是这个酸笋啊 这个笋是很酸 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把它长时间 就是撇步一 长时间的把它浸泡 浸泡什么呢 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浸泡个一个小时 我都把它换水 浸泡个三次 到五次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很酸啊 你还是要试吃看看喔 要不然呢 你买回来洗一洗 就直接下去乳 不得了 乳起来呢 没法吃 非常非常的酸 而且呢 你怎么放糖 怎么样去改 都没有 没有救了 所以说今天三个撇步呢 你一定要记好 第一个撇步呢 就需要长时间的浸泡 好来 我们接下来 进入第二个撇步 就是笋丝呢 要煮水 去除它的酸味 至少要三次 好来 我们今天准备一锅水 好 那我们已经 长时间的浸泡了 以及洗涤过 那洗涤呢 是让它里面 有一点点沙粒 还有它的酸 是最重要的酸 好 那我们洗过三次 浸泡了三次到五次 这样就够了 那我们准备了一锅水 把它放进去 尤其喔 这种的损失啊 很普遍 我们台湾人也很喜欢吃 怎么样简单的来做 而且呢 我告诉大家 损失其实 种的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 但是呢 这保存比较简单 但是呢 处理 其实也不难 今天看我们的节目呢 美丽也要 好来 我们现在呢 把它过水 至少呢 要浸几次 三次以上 至少要浸三次以上 刚刚浸泡水呢 就是撇布衣 就是去除它的沙粒以及咸味 现在再把它 浸水呢 是去除它的什么呢 酸味 至少呢要三次 我们再把它换新的水 要换新的水 你看我浸过一次喔 你看一下 这个颜色 你看 你看 有没有黄黄的 来 有没有黄黄的 这个就是本身硫磺 以及呢 它的酸味 它的酸味在这边 所以说呢 这个要重复的 来浸三次 再浸三次 来 接着呢 我们要准备一锅的水 好 来 准备一锅水 假设这已经浸三次了 已经浸三次了 那我们当然 一定有事先准备过 这两锅水 你看一下 一个有浸过 一个是干净的水 差很多 差很多 那我们实际 这样子做给大家看 好 来 现在呢 假设已经 就浸三次了 你自己试吃看看 也不咸了 把它放进去 我们干净的水 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撇布山 乳笋丝的时候呢 油一定要放得够 油一定要放得够 来 我今天准备的是鸡油 鸡油把它割下去 我们一样煮的是 滚水 热水把它放进去 再来加鸡油 你像呢 外面在面店 或者是 鵝肉面店 他们在卖的笋丝 上面是不是 有一层的油 薄薄的一层油 你像妈妈呢 在卤呢 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用鸡汁 鸡膏汤去卤 再用一点点的 鹅油 或是鸡油 一起把它割下去 卤出来的笋丝 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今天三个瓶布呢 你回家试做看看 一定会成功 但是要下锅 要乳之前 一定要试吃一下 那油呢 一定要放得够 才可以消灭掉 它的酸 以及呢 它的咸味 所以说 以上三个步骤 希望大家呢 能够掌控得一的话 那我觉得 今天鸡汁的笋丝 我们的酸色味 一定是不会有的 那今天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赏 也预祝大家 有美好的一天 明天是我们的阿华师 明天再继续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